机关署今天公布了华航有一名女性的空服员 确诊感染了德国麻疹 是今年第二起的病例 华航女空服员是在14号出现的症状随即停飞 而机关署表示 德国麻疹在出现症状的前七天就会有传染力 但是因为这段期间空姐是有执行勤勿的 因此要追踪的接触者多达了1558人 创下了国内追踪德国麻疹病例的最高记录